歡迎回到異色檔我是DK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台灣史上最大的礦災 我們很少去講這個議題 因為根本就沒有礦業 這個是我們以為的礦工 站在一個空間綽綽有餘地方揮舞的鐵橋 不過台灣的礦工其實是長這樣子的 由於礦賣分布的關係 必須在幾位窄小的空間 連站立的地方都沒有 整個人蜷縮在高溫與充滿粉塵的環境內 時不時就會發生公安意外 一進入礦坑內就不知道能不能再見到明天的陽光 這是到底是怎麼樣的行業呢? 而礦災發生最嚴重的是在1984年 現在6月20號發生了海山的礦難 總共造成74人離世 沒有想到海山事故短短20天後 又再度發生了史上最大礦災 許多人家庭破碎 這更導致台灣煤礦業逐漸沒落 為了解這個事件 照慣例我也到了圖書館 去挖掘當時的中國時報與聯合報 如果你對這類型的影片有興趣 立刻訂閱異色答案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解鎖隱藏的議題 1984年7月10日那一天 瑞濱海水浴場充滿人潮 數百人正盡情的享受夏天 同一時間距離僅有2公里外的煤山煤礦 竟然有123名的礦工 受困於礦坑內 生命不斷地隨著時間消失 煤山煤礦位於海濱路通往九份的濱二路旁 他本來是叫激山煤礦 但是叫這個名字就是運氣不好 一直挖不到礦 礦主不斷地賠錢 多次換人經營同樣無法逃過虧損的命運 一直到一個簡姓老闆接手以後 他認為之前名字就是代曬 所以就改成煤山煤礦 神奇的是一改名字立刻就挖到了後煤層 煤層的深度為0.3至0.8公尺 而且煤的品質極價 很快的煤山煤礦轉虧為隱 在賺錢以後 簡老闆聘雇200名的挖礦好手 月產能在全盛時期可以達到4500公噸 從開採到收坑 年均可達23780公噸 開採方式則採用三段斜坑 礦物局刊定煤山煤礦是台灣10大優良礦廠之一 不但煤層深厚品質價 而且蘊含量多 重點是沒有瓦斯 研盤堅固 發生危險的機率偏低 可是任誰也沒有想到 引起這史上最大的礦災造成白人與命 竟然是照片中的這台機器 那天剛好是發薪水的日子 所以勞工們出息率超高 很多人因為前來領薪水順便上工 而且中午又是交班時刻 是坑內最多人時歐 厄運將種種的不利因素串聯在一起 當天下午1點40分左右 煤山煤礦的中斜坑道內 坑壁落實急傷的電線 一台空氣壓縮機的車走 因此就發生了故障 工人立刻通知機電人員前來修理 可是沒有人出現 隨後機器的開關處發生短路 因為年久失修失去了保險功能 保險開關沒有跳開 因此引發了火苗 像電線兩端延燒 一路燒到附近的油漬 還有支撐通道的木條 再延燒到其他的木材 就此起大火燃燒 這時候有些工人看到 但是他們身邊沒有滅火器 只能跑到坑外去通知其他人 在拿滅火器要進入的時候 一切已經來不及了 火勢與濃煙 阻斷了坑內唯一去路 許多正在坑道內採煤的工人 他們即使拉了8次的警鈴 仍然逃生不及 慘遭困在坑內 我們來看一下煤山煤礦的一個結構圖 前面有說到 煤山採三段斜坑開採 因此坑道內 主要分為本斜坑、中斜坑、再斜坑 本斜坑與中斜坑之間有右斜坑連接著 這裡段為500公尺 中斜坑的長度也是500公尺 起火的空氣壓縮機 設置在中斜坑右二與右三的地點 距離本斜坑大約是950公尺處 在斜坑道礦坑最深處的東九 距離約有1000公尺 而受困的礦工則與空氣壓縮機相距800公尺左右 有123名工人困在東西3567處 你可以看到整個礦坑是只進不出 所以起火點剛好堵住了往出口的方向 真的是很尷尬 尤其是在礦坑深處的工人 簡直可以說是無路可逃 雖然起火是很大條的事情 不過煤山礦坑的特點是瓦斯含量很低 因此不會引發卡繃 沒有立即的危險性 此刻最大的危機主要是起火後 會造成大量的硬氧化碳與濃煙 在狹窄汪延曲折的坑道內是無法排出 所有受困者將因缺氧而愈滅 在便宜發生 礦坑立刻將礦工分為三組下坑搶救 在下午3點半 第一批救援者冒著生命危險下坑 不到半小時後隨即出坑 他們無奈地說 濃煙時代太大 他們根本就沒辦法往更深入的地方了 過了15分鐘後 搶救人員再度攜帶電池等必需頻入坑 數十分鐘後卻又無功而返 搶救中心在下午4點10分下達指令 消防車水管以接駁的方式 深入坑內灌水 坑道內的抽風機持續運轉 煤礦出風口噴出大量的濃煙 這個時候礦山籠罩在迷雾裡 在夕陽的照耀下更顯的醜雲產物 所有的工人與救援者只能面面相去束手無策 因為他們缺乏任何的應變措施 而且根本就沒有救難器材 雖然礦商外面積滿了焦急的人潮 可是搶救工作的進度緩慢 沒有任何效率可言 外途人們焦急的等待 期盼火事與農煙能夠奇蹟似的散去 他們才能入內搶救 吉隆醫院八讀礦工醫院 瑞芳礦工醫院 吉隆勢力醫院 都派出了救護車與醫護人員 並且在礦工口 僅有半部之區設立了臨時急救站 被妥點滴與氧氣筒 打算只要能夠展開救援 被救出的礦工就能無縫接軌 即刻獲得醫療資源 所有醫護與家屬屏息一待 在入夜以後 照明車讓現場燈火通明 煤山煤礦場地狹窄 而礦工加索情緒激動 指揮人員擔心會阻礙救援 於是派出了迅雷小組 在礦區的入口維持秩序 後來警務處長也調派了保一保二總隊 協同軍方與警方一同維護現場 讓救護車能夠順利的通行 坑內濃煙瀰漫 溫度高而且空間窄小 造成滅火進度極為緩慢 搶救人員無法在坑內待太久 必須持續地進行人員的更換 一個小時可以推進一公尺 就可以偷銷了 在變27小時後 救人員終於打通了中邪坑 18名礦工救出 馬上送到了基隆醫院急救 第一個救出的礦工是烏龍貴 我們可以從他的視角 來看待受困工人的處境 先簡單介紹他一下 他是一個沒有定性的人 每分工作總是做不久 前前後後換了20個工作 他在煤塞煤礦做工 第二次下坑就遇到災變 真的很倒楣 在10日中午12點多的時候 他吃完中飯坐上台車 入坑交班 就在1點多的時候 突然眼前一片刺眼的火花 然後隨後呢 黑暗席捲了整個礦坑 耳朵只聽見其他同伴的哀號 有的人呢在呼喊欺惡的名字 有的人求神保佑 吳龍貴採取蹲低的姿勢 並且挖了一個坑 將頭埋在坑裡避免窒息 他的位置是在C7 做好這些措施 他只能靜靜地等待狀況轉好 心中充滿恐懼與無助 不過心底的求神意志 催促他必須採取行動 他緩慢地向外爬行 直到11日下午4點 他才遇到救援的台車順利被救出 他的妻子蘇利玉 從災變之初就一直守在這個洞口 看到丈夫被救出 不禁襲擊而起 救難者繼續緩步深入坑內 只見一片殘不忍的狀況 墓室約有20多人一個一個並排 或躺或趴的靜靜地躺在地上 一動也不動 只有他們頭頂上的安全帽頭燈還亮著 截至目前為止還有60個礦工尚未出坑 這邊我們講一個小插曲來說明 救難人員也是以秘密來拼搏的 在11日上午9點半 24名礦物局的技術人員與礦工 深入洞穴救援的時候 突然阻山因為跳電而故障 24名人員馬上跟一氨化灘進行賽跑 全力往洞口移動 在高溫40度與坡度20度的危險環境下 全員戰爭撤離 不過還是有4名人員因為缺氧 剛好跑到出口就倒地昏迷 幸好送醫急救後均無打礙 這驗證了一句話 礦坑裁一日,放入隔一室 最終這場悲劇造成了103人離世 生活者部分人士因為一氧化碳中毒而成為植物人 煤山煤礦從此封坑 直到今天還能夠看到當時的殘骸 但令人悲傷的是 這不是事件的結尾 在同年的12月5日 三峽海山一坑再次發生礦災 93人隱命 也就是說在1984年 總共發生了3場大型的礦災 高達289人離世 從此以後政府大規模整頓礦場 輔導礦工轉業 後來因為低油價政策 礦業迅速沒落 台灣採煤礦非常的不容易 在種種因素下 煤礦成本過高 反而從國外進口買煤 成本還比較低廉 當局就開始擋不住 從國外進口煤炭的聲音 加上1964年 煤開始被燃料油取代 因此事件發生當下 煤礦已經是夕陽產業 礦主是沒辦法賺錢 但是又發布出巨額的潛戰費 只是在硬撐 老闆就期盼員工因為勞動條件過於困苦自行離職 直到員工人數可以減少到可以發出潛散費的時候 才能宣告關閉礦場 在這樣的情形下 礦主自然沒有任何經費購買安全設備 所以挖礦屢次發生重大公安意外 也就不足為奇了 台灣產媒產業現在已經成為歷史 礦工曾經以命拼搏 換來台灣能源的採集 如今他們面臨終身的職業災害 2021年的五一勞動節 你一定沒有注意到 有一些人他來自基隆、瑞芳、平溪等等 他們都是老礦工 他們走上街頭 希望大家不要去漠視了他們的貢獻 現在很多老礦工 如今只能領取低收入或津貼度日 根本無法支援龐大的醫藥費 期盼大家能夠注意到這些老礦工的處境 今天的事件就講到這裡了 有任何想法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DK 我們下次見 掰掰